接下来我们把九宗门捋一下 讲了九宗方法 大家现在可能已经都忘得差不多了 怎么捋呢 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一个课到手之后 我们先看四课上下 有没有课 从这就分出来了 有课和没课 先看有课 好 我们先看课多课少 如果只有下贼上的 那么就是重审课 如果只有上课下的 就是元首课 好理解吧 只有一课下课上 我们不管上课下与否 那就是重审课 如果只有一课上课下 这四个里面 只有一个上课下 那么就是元首课 这个过了之后发现 诶有两个上课下课上 有两个上课下 或者这种情况 怎么办呢 我们就取笔用课 看它和日干去笔 对吧 阳日用阳 阴日用阴 一次三传地音出去 没问题吧 然后笔用 然后我发现 诶 这两颗啊 竟然和这个阳干 都是阳干 或者都是阴干 都是阳 都是阴 怎么办呢 比不了了 那么就是涉害 看深浅 深浅两种方法 就是梦中计法 还有社会本家 你哪种用的顺手 用哪种 我个人建议就是 那个用梦中计就可以 然后这是涉害 对吧 涉害如果都没有了 说明它的这个矛盾很深了 就说明它这个矛盾就很浅了 涉害都没有了 说明矛盾就很浅了 涉害是矛盾最深的一种 然后它浅了 就什么情况呢 就上下无贼刻 那无贼刻怎么办呢 我们就斜着看 一二三四 这是日干吧 就斜着看 看看有没有刻它的 有的话就取 这叫薅氏刻 如果没有这种的 我们就取它刻的 有没有 有的话就取 叫弹射刻 其中我们要知道 八专日是不取遥刻的 就是说 这个日子和这个日子 是相同的 比如假银 对吧 即使这是深 这是害 这是害 它也不取遥刻 那么好 所有的有刻的 我们一会儿来说 福音反应啊 所有的这个有刻的 无刻的 有刻的全部过了 对吧 上下刻就是贼刻 笔用涉害 然后没有的就去遥刻 然后我们再看 下面 没有刻 如果这四刻上下 没有刻怎么办呢 先看四刻全部全 如果四刻齐全 就取卯星法 卯星法怎么取呢 卯星法 就取有 阳日取有的上神坎 阴日就取有的下神 为发传 中末阴阳颠倒曲 如果是阳日呢 阳日 中传就取支上 末传就取干上 颠倒吗 然后阴日呢 中传就取干上 阴日 末传就取支上 颠倒曲 如果四刻不全 他又没有刻 就是别则法 别则怎么取 对吧 就是刚日干和上头神 哎呀 柔日之和三何取 对吧 柔日之和三何取 这都取和嘛 然后中末归干上 诶 甘之同位呢 甘之同位也没有刻 就用八砖 八砖呢 就是阳日日阳顺行三 阴日晨阴一三位 其实这个阴日 这个阴日晨阴 其实也是阳阴 因为甘之同 相同嘛 对吧 一二三四 这个和这个是一样的 大家能理解吗 这个和这个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要分清楚 这个指的是支的阴 支阴 它和它意义还是不一样的 别看它是一样 长得一样 但是意义不一样 中末归之上 这就是正常的情况下 有刻没刻 就完了 这还有几个不正常的呢 福音 福音就是天地盘不动 怕那儿深吟嘛 上下有贼刻呢 就是该咋取咋取 对吧 上下有贼刻 该怎么取怎么取 然后中传就取形 地形出去 丑形虚啊 虚形胃啊 胃形丑啊 银形四啊 四形身啊 身形银呢 一直地传下去 如果梅贼刻呢 羊日就取肝上 这个阴日就取肢上 发用 然后还是地形出去 如果地形不了呢 它是字形怎么办呢 就换 所谓不行就换 不行你就换 换到另一面一个 对吧 取肝之对位 如果说发用的 张老师这个毛呢 对吧 毛中传就得取子 这个好理解吧 你看为什么子五须不会发用 大家能想明白吗 你看这个子 如果是子发用的话 说明子是阳日 对不对 那么子肯定是在肝上 这是肝 那么谁的激功是肝的 没有所以说子不可能 同理五日也是 因为子五毛是没有激功的 那么我们再看虚日呢 因为虚也是阳嘛 所以说它一定要在肝上发用 但是我们知道虚日的本家是心嘛 心一折腾 它又是阴日了 所以说肯定不是这发用 要在这发用 所以说子五须是不会发用的 在福音课当中 你要把福音课当中 有子五须发用 就说明你写错 中传呢也是地形 对吧 中传就是地形出去 如果遇到字形呢 字形就不要再换了 换不回去了 就冲出去 明白吗 冲出去 这个毛子子在冲 冲五 毛子五 就是最特殊的一个三形 毛子五 明白吗 反应课呢 反应课很好说 就是有课先有课 先弄课 无课井蓝色 什么是井蓝色 就是一码发用 中传归之上 末传归干上 这就是整体的 九层门的逻辑 其实是很有逻辑的 大家也不要害怕 尤其是后面的几种 这一些 就已经占了70%的课了 你像这种很少的 这种毛星啊 别泽啊 他们啊 他们加起来都不够几十课 非常少 很难遇到 当然我不能说遇不到 就不学了 给大家介绍这个呀 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 几颗逻辑 并不一定说 一定让大家熟悉 但是有的时候 还真是 我们有的时候 在某些情况下 不得不去这个熟悉 你比如说给领导算卦 对吧 你要领导找你算的话 或者你给领导算 他们都是五六十的 上岁数的人 你拿出手机一看 哎呀 他说 第一你外行 第二 他认为你敷衍他 其实他们不知道 咱们就是为了起课 又不是断卦 对不对 但是这也不行 所以说有的时候 就得恭恭敬敬的 拿出纸和笔 一笔一笔的去写 知道吗 所以说 这也是为什么 要让大家 要好好练习九宗门的原因 因为你练九宗门 不是为了自娱自乐 都是为了以后 就像打仗一样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这些都要很扎实 你可以慢 对吧 一点点的慢 但是不能出错 好吧